油溫不能太高不然它会焦黑 仔细观察油温搭配利落拌炒 眼前这位是哪来的型男主厨 不是啦 他是今年才刚当选的新科里长 新医区副台里罗志佑 这主菜就是很舒压 罗志佑说家中一直以来都是男生做菜 学生时期就向往到餐厅厨房工作 拿手菜一道接一道 还有歌艺也要来秀一段 麦克风一拿起来 就算现场只有几个人 也能自嗨炒热气氛 甚至曾经在菜市场唱给李明听 我就唱天天想 然后向他们表达我的心情这样 然后就不小心被一个李明录起来 然后传到我的粉砖 刚刚我们在新医区有帅哥里长 他会煮菜而且也会唱歌 现在我们来到南港区 这里有全台最年轻的里长 他也会唱歌来听歌 今年六月台港大学毕业 23岁的南港区连城里里长 李品君一开唱 办公室宛如演唱会 李明们化身粉丝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不只快歌 情歌也可以 台下还有李明听到哭 撇开平时看到的认真和工作 拘谨形象 李品君说 其实自己很开朗外放 卡哇一三连拍 不少里内的叔叔阿姨把李品君当孙女交 我的李明也都很会唱歌 所以我都会训练一两首拿首歌 那可以跟他们一起唱这样子 今年多位新科里长上任 为乡里带来新迹象 大受才艺也成为另类特别影响 订阅新闻 网上赵会一些 拍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